開了一個長白了,今晚有一件事要講一下, 關於香港人磅星期五,我聽那個節目, 我不是現場版的,我通常都搞了一段時間, 我開門,聽到最後那一部分, 老少說,你下班吧,不玩人磅, 沒有理由的,這麼突然, 接著在那些網台討論區很多,《花邊新聞》, 《花邊新聞》後來涉及了, 原來涉及了一些社會上那些運動的政見, 《玉品歌》那些有多少, 這個很正常的路線不對,沒什麼所謂, 如果路線定應對,就定應天下太平, 但如果你說人磅不做,就應該在生活決定, 所以決定來說,我覺得蕭先生沒有錯, 因為他很有魄力, 但你魄力要想想你自己的年紀, 不然你當時,你當節目才叫我進去, 大家很認實說,我看一些節目, 我及你不到蕭日園, 所以他決定徵監回去,再搞一下就應該, 但你說全部停了,就可惜那招牌, 因為他做了一個社會,他這麽多年, 他都不是當生意做, 當然他初初做的時候, 那個網絡世界希望做得很紅的話, 又可以為社會原領自由, 搞一個地盤,另外如果做得好的話, 真的有成績的,即使賣一半,收一半錢, 都賺錢,都是生意來的,在表面, 但現在這個社會都能去過潮流, 那些手機電腦,他們有很多東西看,很多東西聽, 都聽不及,我選東西看的, 他又不可以跟一個人,一個時段看幾個節目, 你只能夠選的, 所以電視台都做得慘了,就是這樣, 現在電視台是夕陽活生意來的, 那我說,今天下午, 中央就給了電話,老闆說, 喂,你當時變陣就對了, 變陣,大佬,你錢就是錢來的, 但他那些私人的爭執, 我們完全不給意見, 我告訴你,蕭兄, 你的人網,招牌要保留的, 擴大一些,做那個政見平台, 不要讓那些人以為那個, 在那個政治的光譜沒有了, 不知道要怎樣看, 我叫它擴大討論區, 政見平台, 搞了辯論, 大辯論, 找地方, 我們沒有地方, 我出來搞, 幫你搞, 給獎品, 給, 我就做多些那些, 我叫我自己, 珠寶康, 贊助的獎品出來, 誰辯論贏的, 整個有建設性的主題, 每個月一次, 平時在那裏, 小型辯論會, 經常都有, 大型的, 每個月一次, 過上去爭的, 你說是否支持電影業, 電影行業, 怎樣支持, 怎樣才叫好方法, 便要爭論, 即是有建設性的, 爭論贏我, 有獎品, 你現在高登堂, 沒有獎品, 在堂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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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讓那些年輕人咬都好, 你由咬之中, 你不要理會他講什麼差事, 他講錯的, 所以那次, 我早個星期, 在大族民生日會, 我跟這裏人打架, 我支持盤族民的, 你又為什麼呢, 他講對, 講不對, 我都支持的, 那些婆仔都不明白, 為什麼你又不對, 不對都支持啊, 我目的是, 我目的是, 保持香港有個不同聲音的地盤, 這個就是言論自由的珍貴, 每個人走出來, 講對話就好了, 那些年輕人都不需要滅教, 社會都天下太平, 如果想的東西是對, 講的東西是對, 自己每天講話, 都不知道有多少句是對的, 知道自己不對的, 又不理解的, 周時都講錯又想錯, 是吧, 有些兜兜不切的, 所以那天我都是這樣說的, 我支持盤族民, 任何的工作都贊成的, 就算你政見不對, 我支持, 政見對我支持, 這個社會就說, 在那個互動之下, 你一定, 社會有分辨是非, 不用你去講自己是對的, 還有世界很怪的, 你今天認為對的事情, 那個時候過了, 又會錯, 那毛澤東推廣文化大革命, 他會不會知道這麼嚴重呢, 我相信他會不會故意搞文化大革命, 這麼糟糕啊,